在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封锁 又开始有了新的杀招 现在他丢出了一个166月 未来不但是AI晶片 你不可以到中国里 使用AI晶片的工具 你都不可以给到中国 等于说我对你全面封杀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子 一道菜一道菜的 不断的来有新的招数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不管我怎么封锁 不管我怎么封杀 华为似乎都可能找到了漏洞 华为都可能继续生存 按照 十万字长篇大论文章 几分钟就能帮你总结 重点摘要工作效率 瞬间up up 背后不靠挥打 而是华为自研AI晶片 升腾910B 不过护国神山台积电 最新跳出来 向美国商务部举报 华为违反晶片管制 有客户企图帮忙下单 类似产品 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下 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性能 例如在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等领域 升腾处理器能够更快的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复杂计算任务 就是因为有研调机构拆解升腾910B之后 惊人发现 当中竟然一次有台积电代工产品 这直接让台积电坐不住了 不止积极主动和美国商务部联系澄清 强调从2020年9月中旬之后 就没有再向华为出货 也说目前没有接到讯息 公司成为任何的调查对象 毕竟这牵涉到是否踩美国红线 如果被美国认定违规而遭到调查 影响恐怕非同小可 外媒就分析 台积电可能会失去最大客户苹果 而苹果被迫转单良率很低的三星 两大科技巨头将形成双输 是一个守法的公司 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台积电全升而退的几率会比较高 尽管美国商务部最新回应无法评论 不过金融时报最新透露 商务部的调查虽然跟台积电有关 但并非目标 地缘政治之下台积电成为风口浪尖 未来可能只能再多小心 东森财经新闻 张博厂叶子金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 特别提出来说 现在美国就算用了洪荒之力 来制裁中国 制裁华为 但是它竟然最新的数字 2023年的净利润竟然翻倍 它不但净利润翻倍 它在国内 它的手机市场一直在成长 甚至全世界的交换机 全世界的基地台 大部分还是由华为来控制 所以就有趣了 华为到底什么样的背景 它到底有什么样通天的能耐 为什么美国已经用了洪荒之力 来封锁华为 华为都可以突围 而且它可怕的是 它的利润可以翻倍 利润可以翻倍之外 对于苹果 对NVIDIA 甚至对DAO 都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的罗亦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瑞德 你好 大家好 走 按照华尔街日报 特别提到说 华为从美国制裁中反弹 2023年的净利润 竟然翻倍 可是美国不是已经死尽 洪荒之力了吗 现在又有一个最新的禁令 这个禁令是刚刚讲的 166页 包括什么 你现在AI的晶片 包括AI使用的工具 全面封锁 这样子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封杀 华为还可以存活 而且实际上3月29号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一个新的禁令 而且3月29号厂商收到规定 4月4号就生效 这个不到一个礼拜 速度相当之快 厂商说我们都还没有研究完 就已经生效了 好 你看美国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他们看到 最近华为刚好公布他的财报 保险我们刚刚讲 华为从2018年 被美国这样打压之后 2018 2019年的时候 曾经一度 他真的业绩不太好 我们当时的华为完蛋了 对 可是他现在慢慢的 从谷底攀升 我们现在给他最新的财报 去年的财报是7042亿营收 然后折二新代币是3.1兆 年成长9.6% 大概10% 比较惊人的是什么 他的获利 获利很高吗 2022年的时候是355亿 去年居然来到了 这个870亿人民币 折二新代币是3845亿 年增了1.45倍啊 也就是说 你已经真的从谷底翻成 你获利是前一年的1.45倍 而且你看 让美国看的最为紧张是什么 你看我们仔细来看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分析 ICT的基础建设 就是5G基地台这些 这个年增很少 但是有两个东西 它年增非常多 第一个是这个 中端业务的收入 年增17.3% 简单来说就是MAT60 手机 对 另外一个就是云端业务 云端业务来说 增加了21.98 简单来说就是 中国的AI 现在反正不用美国 就用华为 所以我跟大家讲 云端运算 对 所以我刚才说简单的来说 就是现在中国是 请全国之力 在灌输华为就对 中国 我华为能够活得久 还是你美国能够制裁 我制裁得久 所以你说中美的对抗 中美对抗里面 最重要的筹码就是华为 对 美国就想尽办法 又把华为给打垮 是 可是中国就拿华为 跟你呛毒 对 美国 美国要打华为 中国就把全部的资源 全部灌注给华为 这个相当相当明确 好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美国现在最新的禁令是什么 它这个叫做 这个实施额外出口管制的禁令 它里面来说的话 它删除了一些东西 但是它加了 把澳门列进去 就澳门 过去香港在管制行列 它现在把澳门列进来 然后还有所谓D5 D-5的国家组 这里面就包括说 像中国 然后采取所谓的 推定拒绝政策 什么叫推定拒绝政策 就是你每一个case 都要跟我review 我是一个case 一个case 一个case 这样的做 所以你想卖什么东西 给中国要美国商务部同意 对 然后它里面 还有技术的级别 还有身份的客户 你都要给我弄出来 还有合规计划等等 你都要全部审核 简单来说 这就是我对中国 所有的AI产品 还有这个半导体的东西 我要逐项扩大检查 然后另外第二个 难怪雷蒙多角 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要想一想 我对中国 有哪些做得还不够的 就我看到了华为的财报以后 在加码 对 还有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说 未来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你只要涵盖 被我们美国管制的AI晶片 还有任何工具生产的东西 里面的最终产品 包括说笔记型电脑 也不能够卖 也就是说 我已经在美国卖 做好 组装 弄好了这个笔记型电脑 里面只要有这些 美国不合规的任何的 AI晶片 或者什么 全部都不能够卖 所以那次 美国这个精灵来说 我觉得是相将打击的 相当相当的全面 所以我里面有AI晶片 包括你的手机 包括你的笔电 都不能卖到中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讲 为什么美国会那么紧张 除了看到华为的这个晶片 华为的业绩 让他笑一跳之外 这是NVIDIA 黄仁勋自己都说 他自己都承认 华为是我们在AI晶片领域的 非常重要的竞争者 然后与华为在AI晶片 展开激烈竞争 包括CPU GPU 还有网路晶片 所以那是连黄仁勋 都不肯看清华为 你就知道说 美国这样打压 绝对是 我觉得接下来 应该还会有更多策略 出来对付华为 市长 我听到黄仁勋在讲 华为是我最大的对手的时候 我讲他是养扣制作 把华为吹上天 然后呢 争取我可以卖到中国的机会 你说不是 当然不是 是华为真的 如果有中国市场作为基础 他真的对NVIDIA会产生威胁 所以那为什么最近 这个习近平在见到外企的时候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市长华为 他这个心理的大事 已经活过来了嘛 所以导播我们看到 华为利润增长情况 从这个表你就可以看到 到了2022年 你还掉得非常凶 2023年整个翻转回来 对没错 那里面来说成长最多 就是半导体部门 他过去海思 就是说一定要遥遇遇醉 但他现在为什么能够 重新活过来 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他现在MAT-60热卖 他海思很多晶片 可以卖出去的 第二个是什么 现在很多AI的这个晶片 什么它的这个升腾90 全部都是由海思升腾 弄出去的 所以就是说中国现在 反正现在中国 不是有个Delete-A的计划吗 Delete-A的计划 大家都全部用 把美国去除 用华为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 而且华为还要研发什么 包括说像鸿蒙 昆蓬 升腾等等很多 所以他其实还是 砸钱在研发 可是我不懂是 如果都已经把AI的技术 进行封锁了 那你中国从哪里 可以有AI的能力呢 而且事实上我们必须说啦 黄仁鑫说 其实在过 为什么华为 会是他重要的敌人嘛 你知道 事实上在2018年 我刚才讲2018年 在这个华为 被中国制裁之前 你知道全世界 GPU做的最好的公司 是哪一家公司吗 华为 是华为 真的假的 Media跟华为 当时两个技术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呢 因为华为当时没有把GPU 当成是一个 他们重要的发展的方向 当时这个黄仁鑫是把GPU 当成这个重要发展对象 当时的说法是 两个人的运算能力 是差不多的 只是后来 因为美国打下去之后 你没办法用台积电的 5奈米 3奈米的技术嘛 所以你当然就没办法嘛 全世界第一个用台积电 3奈米的 就是华为 对 那你这样 华为现在 华为现在现阶段 他不是在中国的 云端资料运输 他还弄那么好吗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颗晶片还在 那就是当年的这个腾讯910还在 升腾910还在 保洁这颗晶片 他现在还可以卖 所以目前中国的AI 还可以用他这颗晶片 这颗晶片就是 2018年台积电 最后一批 无奈米 最后一批 做到现在为止 他还可以用 那你知道 你就知道说 他当时2018 到现在为止来说 他其实 人家就说这颗晶片 对标这个NVIDIA产品 虽然是落后 但是没有落后很多 你看2018年 当时传说当时华为是一台飞机 一架飞机 一架飞机的 把台积电的5奈米 全部送到中国 对 中间就这个 深腾910 所以他现在还有很多 库存的晶片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厉害之处 另外一个 他现在不是找了这个中芯 找了这个中国的半导体 帮我生产 尤其是中芯 而且那中芯 他也刚公布他的财报 他公布财报之后 他获利的头头头 他获利 他毛利去年还有30% 之前还有30% 他现在降到15% 掉一半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中国命令你 中芯 你支持华为就对了 你反正你有什么洪荒之力 不管你 你亏钱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一定要支持华为 所以他为什么 你看Mate60 去年不是卖到很多吗 现在不是说Mate70 又要出来了吗 P70要出来 为什么 因为华为已经 因为中国已经接到所有命令 包括中芯 反正华为所需要什么东西 你给我打造就对了 你赔钱都没关系 要让华为活下去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 中国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 现在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 就是办华为 对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你知道 目前NVIDIA 他不是有到中国去 他有两颗晶片 这个AH20 还有L20 这两颗是被降规的 那降规的时候 你知道保洁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这个华为怎么办 他们过去 我们的这个晶片拿出来卖 因为目前为止 在华为在中国晶片 一颗可以卖到好几十万人民币 就那他也开始出来 华为去年推出这个GPU 上市都7万人民币 但他也涨下 因为你NVIDIA讲他 我也涨价 现在已经来到十二万 所以你涨我也涨 那不是只有六十万一颗 而且你的算力 我们就讲嘛 因为他的这个算力 因为辉达现在被美国要求算力 他的这个算力来说 比他最巅峰的产品 他现在大概约莫 降到八分之一的算了 那其实跟之前的辉达 差不多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买什么 买这个所谓华为的晶片 旧晶片 所以像黄文君最担心的是 如果华为在中国有这个市场 他就有钱 有钱他就可以研发 他就可能突破工作 他现在怕几年之后 万一让他们在晶片制造技术 突破的时候 那你就完蛋 所以才跟他讲 现在华为的想法是什么 我就忍个几年 我就在等 等中国的半导体的技术 如果突破的时候 到时候就轮到我来发牌 所以那上次就是 目前为止 任正非在想一件事情 所以才讲嘛 为什么美国 我要对你杀伤力越来越重 因为他知道我说糟糕 我再不把你捏死 假设让你中国半导体 出现变化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控制不住中国了 那事实我不懂 现在阿里巴巴也受重伤了 腾讯也受重伤了 你更不用讲他的房地产 他这样倒成一片 为什么华为是打不死的蟑螂 华为到底何方神圣 华为为什么这么厉害 简单来说 华为是全中国 所有最有聪明的脑袋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我怎么这样讲 我跟他讲 因为这种薪资 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当然非常厉害 联发科非常厉害 我们的薪资来说 联发科来说 平均2023是384万 那另外包括说 我们台湾的台积电来说 是279万 可是华为来说 他的这个年薪来说 有310万台币 而且他的平均月薪来说 高达26万台币 2021年 而且现在又越来越多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整个年收入 突破两三百万的比比皆是 也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的GDP 我们是他的这个三倍到四倍 他华为一个公司 跟我们中国的一线公司 跟台湾一线公司 年薪差不多 所以你知道这些人 都是中国最聪明的脑袋 这最聪明的来都由谁来用 由任正非来用 那任正非我们必须说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板 因为第一个 你现在在网路上查他过去的资料 我们知道他是解放军出来的 那他之前搞什么 没人知道 另外他的家庭状况 你看他有一个女儿叫孟晚舟 有一个女儿叫姚安娜 大家他的生活状况 大家完全搞不清楚 他的女儿的姓氏跟他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保杰知道 他的里面的多少股份 也不知道 他的多个大股东是谁 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华为公司 是非常神秘的公司 那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 就很好啊 你看当年孟晚舟被抓的时候 保杰知道 听说是习近平亲自 他亲自要把孟晚舟弄回来 这件事是他自己指挥 你说从加拿大回来 所有的流程 甚至你下来怎么铺红地产 都是习近平 而且他还亲自跟美国 当时的川普总统 跟拜登总统 都讲过这件事 他在很多次会议里面来说 我们讲那种国际大事 讲那种恶务战事 讲完他就讲孟晚舟 所以他很重视这件事 所以习近平跟华为 习近平跟任正非之间 对 有我们不知道的关系 对应该说 中国官方跟这个华为的关系 是相当相当之密切 虽然我在讲嘛 为什么美国要穷尽一切 一定要打压华为 因为第一个他中国举国之力 在支持他 他又有中国最好的人才 在这个地方 我不把他打死的话 那当然对美国来说 永远将是一个大患 而且事实上你说 现在这个发展很清楚 未来就变成了一个 中国制品跟非中国制品 而非这两个 是走完全不同的路 是的 没错 而且现在中国可怕的是 它这么大的市场 对 是真的有可能养出来的 而且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连这个嘛 连苹果都有可能会认 认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系统 我们不是说过吗 全市有两个系统 苹果现在怎么搞 因为AI来说的话 现在接下来 苹果是准备怎样 他在中国用百度的系统 然后在海外用Google的系统 那为什么他说 中国用Google 用百度的系统 因为他绝对不会出错嘛 总不能AI 你用这个Google的时候 他给你打那种 所谓 习近平是坏蛋 这些事啊 所以这样 事实上他都屈服了 所以告诉你说 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注定会成为两大阵营 一个是中国用的系统 一个是美国 欧美用的系统 你说中国发展AI恐怖 而且美国就要完全封锁 是中国发展AI的概念 跟全世界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GDP总共 人均GDP只有 一万两千多块美金 台湾有三万多块嘛 台湾全面发展AI有道理 我们整个开始新工业革命 中国有那么多人失业 他搞这个自动化干什么 他干嘛 所以他没有必要 要全面性的搞AI嘛 对不对 只有一个东西要AI 什么 其实他搞AI是为了军事目的 当然是为了军事目的 因为他的军事目的 他的飞弹 跟他的无人机 跟他的所谓的这种 先进制导能力 能够跟美国一决胜负 主要是这个目的 他是哪里打仗用的 就是演算能力 要跟美国可以 有够一笔高下 你看俄乌战场就很清楚 乌克兰人的人那么少 力量那么小 每一次的精准打击都能够打到 能够击中目标 对 这个给中共跟中国解放军多大的教训 所以他一定要全面发展AI 所以第二个你看到他这个 这个我要发展AI 因为我要有能力设计生产制造 而设计生产制造 唯一的就只剩下华为了 那我只能举全国之力 来维护他了 我们要这样讲 AI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演算 演算的方法 像GPTChair的 OpenAI这个东西 他们做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计算能力 就是所谓的这种华为 就是NVD 他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 硬体的 就软体 硬体 数据 Data 三个东西 组合起来叫AI 好不好 那现在目前来讲 在这个里面都要有一个东西 叫人才 你知道吗 过去三十年 中国因为美国的关系 它的所有技术都来自于美国 对 这个不要吹牛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在美国的AI实验室里面 有一半人都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到处都在搞这个东西 你说美国的实验室 AI实验室 有一半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 所以到现在为止 现在中国人大量回国 而且现在美国 为什么他把美国的大学 有关这敏感的部分 不收中国学生 对 就从晶片法案开始 他整个都封杀掉了嘛 但是这些中国人 还是世界最优秀的 他已经学到了 也回去了 这个数值非常高 数量非常大 他通通回到中国了嘛 现在你美国不要 我就他回中国 回中国发展AI 所以他目前发展AI 像这种 像华为这种 一点都不要担心 他的技术来源 那这个来源就是美国来的 对 所以你 他好 那怎么 他能封杀什么东西 封杀就一个东西嘛 就是他的硬体 可以被封杀掉 硬体是台湾做的 封杀台积电 台积电嘛 所以台积电 为什么雷蒙多一天到晚 在想台积电 想NVIDIA NVIDIA整个全面封杀 所以这个NVIDIA跟 跟他的中芯半导体的差距 GPT差得很远很远嘛 所以华为只是一个AI 伺服器的公司 但真正他的芯片哪里来的 中芯 还是中芯嘛 中芯现在听说可以做七辣米嘛 他可以有什么麒麟晶片一大堆 那都是说说而已啦 还有我们另外讲到什么 因为我们讲到有三个要件嘛 三个要件 其中有一个要件叫做Data嘛 Data叫什么东西 中文叫做参数嘛 那中国的参数 现在我们最有名的次数 GPT Chat 现在已经发展到三点零 现在已经到四点零了嘛 再来听说发展到五点零了嘛 因为你要人机能够对话的话 他的技术才能够 才能够 每一个角落 带动全面性的AI的应用 对不对 好 那中国有个大问题啊 中国是新闻不自由 他的 所有资讯都筛选过的 他的所有的进入谷歌的 或是进入百度的 通通都是被小粉红筛选过 中宣部法律筛选过嘛 所以他进去的语言跟出来的语言 通通是小粉红啊 那怎么会进步呢 所以他是扭曲的语言 对 他的大型语言平台也有啊 可是他的语言是扭曲的语言 他的Data是错的 他并不是像我们台湾或是美国用的 叫做先进的自由民主而产生的 一个产生的参数 生成式AI 他那个叫做常数 那我们现在自由世界用的叫参数 那参数就能够生成所有语言的 跟画面啊 跟等等的科技的进步 可是因为你这个中共的体制不自由嘛 所以你能发展出硬体没有错 你有很好的工程师没有错 可是他在思想上 在语言上被控制了嘛 所以变成扭曲的参数 生成不了进步的这种语言嘛 所以这变成他有先天性的结构问题 那你现在就算有AI工程师 你还做得出来吗 他做得出来啊 可是我刚刚讲的 他丢进去的参数 这全世界最大 他的有一项全世界第一名 大数据 人脸辨识系统 他的目前领先全球的是 人脸辨识系统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data 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找到那么多的人脸的这种资料 只有他做得到 他没有人权问题啊 他在每天他监视器里面 跟你拍了照 就把你丢到他的大数据里面去了嘛 那这个人脸辨识系统 所以他的辨识能力 可能是全球第一名 阿威现在第一名 没有错 但是在其他的应用 跟其他的相关的AI条件 工程师全世界第一 我没有确定了 那我五年后呢 三年后呢 就落后了 就马上 因为他没有进步啊 因为这美国这些大型实验室 我刚刚讲的 GPT切的已经要快 不是 让他进去了 马上做了 这种大型语言 平常做到5.0要快出来了 那他还在 使用在2.0的东西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以这个晶片法案 把它卡死了 让整个国家没有办法进步 而这个国家只有军事 才需要AI 其他的产业 他不需要AI 因为太多失业人口了嘛 他养活这些人 他要做到1万块 2万块 3万块 人均GDP的话 不要用AI 不能用AI 用AI反而导致 人口失业率反而会成长 所以他只有军事 才要用AI 中文在讲说 我们的经济 现在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起飞了 我们现在要全部 我们要完全弄半导体 而且我们的中心半导体 我们要以超越台积电为目标 好 那中心现在不得了 我看到那个数字吓一跳 是 它现在是专业晶片代工厂 已经变第二了 第一名是台积电 第二名就是中心了 我心里想说 台积电后面 已经闻到中心的呼吸声了吗 结果我们看到 那个数字觉得很夸张 我们的台积电是188亿 然后中心是7亿 也就是我们的 大概十分之一 可是夸张的是 它的锁力 竟然只有3% 而且实际上 你刚才讲那个数字的时候 大家听起来真的吓人 哇 中心已经变成是 全世界第二大的 这个纯晶圆代工厂 第二大纯晶圆 还赢过联电 赢过葛罗芳德 赢过我们台湾世界先进 赢过台湾的这个利器店 哇 好强啊 可是问题我跟大家讲 它做那么多 这个简单几个字 叫做心酸的 做心酸 越赚越赔 对 他根本不赚 你看我们用这个营业利益率 就看得非常准 营业利益率是什么呢 我来自本业到底赚多少钱 你看 我们台湾机电42% 中心0.02 所以我才说它做心酸的 做那么多 0.02 本业根本没赚 对 那你看联电还有21% Glow Founder有9.5% 世界先进还有12% 它等于是说 跟我们国内竞争力 最差的利器店 比它略好一点点 其他前段班的 它根本就完全追不上 所以我们只能说 它就空有营收很好看 但是它其实其他都 一塌糊涂的这个情形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看 中心的这个执行长都说 中国其他竞争业者的产能 持续开出 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大宗这个商品就随行就市 就是不会太好 为什么 所以他们的内卷 刚刚讲 我们今天的台积电 或者我们是有所谓的价格优势的 我们有定价权的 我们有喊价权的 可是连中国连晶片 都在内卷 都在杀价 应该这样说啦 以高阶来讲的话 台积电是几乎是一个人的武林 那如果你以中低阶来说的话 的确中心联电 葛罗芳德 事业信息 他们几个是打成一圈的 杀成一团 对杀成一团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但是你知道美国 他就加入这个战局 美国加入战局是什么 加入战局 他说我们现在要封锁 中国的成熟制程 所以中国成熟制程 现在没办法接国外的单 现在是等于 美国又一刀切 一刀切了之后 中国自己在内卷 因为他们国内自己接单 抢单抢得非常严重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中芯国际第一季的财报 会这么的难看 你看他的获利 相对于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你看衰退非常多 去年还有两亿多美金 现在就掉到六千多万美金 另外一个华文 所以他离不开中国 当然他没办法离开中国 所以中国又一直在内卷 大家杀爱杀去 你知道中国的产能 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产能 成熟制程 对 但是他没办法输到海外去 虽然他自己杀自己 所以为什么 他们都说这个内卷非常严重 连第二大的这个华红半导体 第二大华红半导体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这个经利润率 去年原本还是正的嘛 对不对 后来经利润率就变成 负了5.5 也就表示说 他经典第一季 已经转为亏损了 我们就讲 中国的这个 那么多金元代工厂 一大堆 他比台湾还要更多 大概有二三十座 只有一家赚钱 那就是中芯 才赚零 毛利率 零点零二 那其他都是赔钱 所以才说 中国这个做是做心酸的 他们越 越投资越多 会赔越多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呢 这几天来的时候 大家不是在讲吗 台湾真的是很厉害 前一阵子不是公布 这个中国的什么 百大企业的时候 中国就说 我们第一名的企业是台积电 那当时有点傻眼啊 你看 台积电变中国的了 对 中国前五诈 他们说 我们有竞争力 有台积电 可是如果你仔细来看 这个我们用他们自己的报道 第一名台积电 当时的市值是 八千四百五十亿 现在台积电市值 已经接近九千亿美金了 那另外一个你看 后面三个 腾讯 拼多多 阿里巴巴 加起来 其实都还不到台积电 我跟你讲 你就算把美团啊 这个网易都加上去的话 前中国前五大 都还比不上一家台积电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台湾的这个竞争力 到底是有多强 过去完全都没办法想象 过去 这个大中华市场 要么就是腾讯第一 要么就是阿里巴巴第一 现在你能想到说 台积电一个人 就是他们两个的好几倍 好欢迎回到关键时刻 现在最夯的话题就是AI了 包括我们看到美股 过去说 由七巨头来引领的趋势 也将改变 事终就要带我们来看看 有分析师还认为说 今年美股将由AI5来主导 而这五间公司当中 还包括台积电啊 对没说 实际上我们刚刚过去 在投资全世界的股市里面 都会讲到美国 有所谓的这个七大巨头 那这七大巨头里面来说的话 包括说像 这个从微软 苹果 Google 亚马逊 甚至是像这个所谓NVIDIA 或者是特斯拉等等公司 但是现在已经有所谓的 叫AI5巨头 像AI5 那AI5里面跟过去的这个七巨头 比较不一样 就是AI5里面有台湾的公司 那就是台积电 那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所谓的AI5 所以AI5就包括说像微软公司 NVIDIA AMD Broadcom 还有台湾这家公司 台湾的台积电 五家公司 那这是未来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AI5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说 台积电会不会有 未来有可能会市值 现在美国都在讨论的 市值破一兆美金 那市值破一兆美金是什么意思呢 台积电目前的市值是六千亿 那破一兆的话 大家都知道说 哇 股价到底还有多少的 这个表现空间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变成AI5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拼AI 那尤其是因为AI的关系 你看美国呢 美国的这个国力大增 那美国目前为止 它的股票市场的总市值 已经来到了全世界的一半 那反过来的话 中国因为它没有接上AI的这个话题 所以中国的这个所谓市值 一直不断的往下掉 你看这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的这个市值在这个地方 它约莫占全世界 约莫占全世界一半 那你看中国一直往下 它目前为止占全世界百分之十 还输在欧洲 那日本跟印度 也是往上走了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这几天的时候 刚好这个台湾的公司 还有中国的公司 都有很多公司公布财报 那公布他们第一季 或是说像公布去年的财报 那么就对比台湾跟中国的科技产业 你就知道说中间的落差多大 台湾的这个金元一哥 当然是台积电 台积电去年公布了这个 我们用获利的毛利率来说 是52% 但是我们讲 中芯国际来说的话 就是中国最大的金元代工 它的毛利率来说 只有9%到11% 所以你看一个是五成 一个是一成 落差好大 这中间的落差 也可以看出来说 两岸在金元代工里面的 这个技术能力 到底有差多少 所以所有的话题都在AI这边 中国好像没跟上 对 没错 我们看到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都说一个时代的来临的时候 就是看全世界 譬如说台湾的股票市场 谁是股王 最高价的公司 或是谁是市值之王 那就是一个时代的转变 那它目前为止 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已经不是苹果公司 是变成是微软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微软这几年来说 它跨入所谓ChatGPT 包括说它把这个AI应用 应用到它自己本身的 这个包括说 Office软体里面 所以它现在等于是 搭上这个AI的浪潮 所以它变成是 世界第一大公司 那另外一个就是黄仁勋 我们在华人过去的首富来说 大概都是不外乎是李嘉诚 或是中国的这个 马化腾 马云等等 现在已经变成是谁 变成是黄仁勋 那黄仁勋为什么可以 耀升到华人的首富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这个所谓的AI的这个 NVIDIA股价 股价大涨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我们不是讲到吗 最近台积电也公布了这个营收 台积电的一月营收来说的话 是2157亿 月增22.4% 是创了这个历史的 同期的最高点 那你要相对我就讲 中国的龙芯 中国的韩武技 他们目前为止 营收都很凄惨 那去年也都亏了非常多 所以来说两岸之间的 这个晶元的能力来说的话 即使是有搭上AI 你跟美国能够连接上线的 跟你跟美国完全没有 对抗的 对抗的 那个完全是两样情 你就知道说 其实未来的财富到底要怎么走 大家都知道 那尤其是大家可能听到AI 就说这个AI的这个 好像视线离我们很遥远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今年会有非常多AI应用 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过去我们对机器人的印象 它没有那么灵活 可是无法你仔细看 现在机器人已经很灵活了 我们过去看到机器人的反应速度都非常慢 那你可以看到AI机器人 已经可以在那边踢足球了 活灵活线了 活灵活线 然后不只是踢足球 他们真的是 假设是跌倒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跌倒的时候 其实都爬不太线 你看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这需要AI 第一个 你要有所谓影像 影像判断说 你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要做怎么样一个处理的这个状况 以前呢 一开始会反复跌倒 以前他总就跌倒了 没办法支撑起来 那现在他已经你看 他已经学会怎么平衡 比如说像人一样 我们人的反应很直觉式 但是他现在要把机器人训练的 他也非常直觉式 马上站起来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要需要非常大的运算能力在这里面 好那你想说 那这个是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娱乐性 那能够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可以用到什么 用AI机器人来摘苹果 虽然说以前啊 在以色列很多地方都有用AI的方式在摘苹果 可是这个摘苹果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苹果或是很多果实呢 他可能是需要一个比较人工的这个方式 因为你要判断说 这个到底熟了没 我不要乱摘 对不对 或是说 他的这个硬度 或是怎样 到底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 你看 他会自己 你看我们用这个机器人的角度 我们看到机器人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机器人 他有一个视觉 视觉里面他会判断说 这个是多少 多大 然后什么时间点 那我该摘他还是不该摘他 我就摘 摘下来 然后摘下来的时候 你看 这晚上的时候 我们过去可能白天就只能够 这个工人白天做 但是晚上的时候他也可以做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用机器视觉去判断 所以他等于是24小时不断的采收 取代人力而且更厉害 对而且他判断的更精准 比如说我要 怎样大规格 比如说我这一箱 我出去的都是要 大家约摸5公分大小的这个水果 我就可以直接摘这个5公分大小 所以你就知道机器人其实AI化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做的事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特别是怎样 我们现在其实机器人的领域跟AI结合起来 有一个领域我蛮期待的 那就是用在什么 家务里面 这我也很期待 我相信很多 很多女性同胞也非常期待 那你知道你看这个机器人可以做什么 帮你扫地啊 那你可以帮你泡咖啡啊 早上用一个胶囊咖啡 然后可以帮你刮鬍子啊 然后帮你擦把桌上的这个东西 擦的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可以帮你洗碗 把洗碗机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这样一个状况 你想到怎么有那么好的这个状况 当然我们必须说 你看还可以帮你用这个 这个所谓番茄酱 这个还可以用在这个 这个小格子里面 还让你可以吃这个薯条 而且帮你逗猫 这个他帮你还帮你洗衣服 帮你怎样做很多事情 还帮你折衣服啦 帮你怎样的一个状况 你看他帮你洗衣服 洗衣服他还可以帮你打开这个 所谓的这个夹链袋 然后里面有多少东西 然后把这个洗衣膠囊丢进去 然后这样 这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最后甚至最厉害的是这样 我最希望这个 他可以帮你折衣服 你看 最后把衣服折一折 然后还可以帮你挂起来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这个家世机器人来说 我目前为止来说 是在实验室里面做 但是实验室里面来做啊 他们是发布了 他们研究了这个成果 虽然说可能初期来 这个所谓家世机器人 假设要到一般民间去 价格会很贵 可是如果随着数量越来越多 然后他会做的事情 技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之后 你就知道 搞不好这未来 三四年的时间里面 文华家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机器人了 对 我们家里面搞不好都有这个机器人 帮我们做非常多事 好 那除了这个家用机器人 或者说除了可以帮我们处理 包括说像这个 我们要采摘水果 这些所谓的作业的机器人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是所谓的物流业 我们其实物流业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中国或全世界都有试过这个 因为物流业 比如说在美国这种地方 或是说在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能用无人机搭送过去 会是最好 所以无人机搭送过去来说 现在亚马逊就在尝试这个 那为什么 因为无人机搭送过去的速度会比较快 不怕塞车 对对对 那你说那这跟AI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 AI化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所谓无人机 它可以判断出 我现在要送什么或是最好 我可以结合当时 我知道的所有的状况 我送到什么路线会是最好的 再来就是我可以避开一些所谓的 这个 譬如说家人 家人 家人的这个 客户的家门口有所谓杂物 或是有汽车挡住的时候 我可以有判断 我怎么去绕路 或者是送到什么地方去是最好 然后把包裹送到最好的位置 这就需要什么 这都需要所谓的AI来搭配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看还可以用调挂的方式 这个Walmart有这样子的方式 也是用AI的这个方式 做操纵这个机器 让它送货达到最适的这个状况 好那 我们就讲 其实以今年来说 像亚马逊 微软 或是Google 他们都已经宣称说要投资 大概400亿到500亿在AI上面 那你想说他们投资那么多 到底怎么回收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现在亚马逊 如果你有去 他们的购物平台的时候 他其实也会有一个这个叫 Rufus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助理 他助理要做什么呢 你可以进去之后 类似像全GPT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问他问题之后 他就会回答你 譬如说你要问他什么 说越野跑鞋和公路跑鞋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或者说你可以问说 比较什么绿滴咖啡 和手冲咖啡机的这个差异 他马上就可以跟你回答 而且他可以回答你非常多问题 就是你让消费者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譬如说我要去买什么 我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 譬如说这双鞋 跟那双鞋有什么差异 那这样你就可以问非常多的问题 他就可以回答你 挑选时更精准 然后也花更多钱 但是你要这些都需要 大量的AI的后台 在那边 他可以随时给你这个回馈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多的 这个投资在这边 那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在这几年的时候 AI我们就讲 AI过去可能大家都认为说 可能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但是今年有非常多AI手机 AI PC 甚至我们讲到很多应用 可能都慢慢会开始落地 所以AI毫无疑忽是 今年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国也想拼AI 所以现在中国AI的 他们怎么拼呢 我们讲中国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拿到AI相关的晶片 所以我们前一阵子 不是华为有推出这个MAT60吗 那MAT60来说 它用的是所谓 麒麟9000S的这个晶片 那麒麟9000S的晶片 这颗晶片是用所谓的 这个中芯的7奈米做出来 它是在中国真的自己做的 但是问题是 因为他们现在要发展AI 那发展AI 华为有一款晶片叫 升腾910B 它过去是用台积电的5奈米做的 但是那 现在中芯好不容易有7奈米 他们现在就决定说 把这个麒麟9000S 做手机晶片 我不做了 我现在把它做成 做AI的这个晶片 所以为了他们把产能挪到 去生产910B的这个晶片 但是中国能不能够 因为这样就能够 有自己自主的 我觉得这个难度很高 为什么 因为中芯营运不起来 我们就讲 中芯的这个 中芯今年的预估是说 它今年的毛利率 大概是9到11% 也就是说 它要赚钱都很难赚钱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对比台积电 台积电的毛利是50% 也就是说 我只要生产出晶片之后 我大概可以赚一半的价格 那连电的这个 连电是台湾的金元二哥 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毛利率 也有30% 那你知道 因为你只能做赚10% 赚10%简单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稍微波动 产业波动一下 你是赚不了钱的 那你赚不了钱 你投资那么多 那你怎么有可能会获利吗 所以对中国来说话 它到底金元代工产能 还能够做多少 大家不知道 而且它的量率很低 因为根据大家知道的话 它的7奈米的量率来说 目前为止搞不好 只有2 30% 甚至更低 所以它做不出来 所以虽然中国卯足全境 要用所谓的 他们中心的晶片 来做所谓的AI的 升腾的处理器 但是看起来的话 这个难度非常高 那相对于你看 全世界现在 AI发展的那么蓬勃 中国被孤立在 AI世界之外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整个产业发展 未来当然会 有可能会大幅的 落后在海外的侵袭 我们这两天的评论谈就是 美国商务部长雷蓬多 直接讲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而且是一个 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 他刚刚讲 我也是上去 没落下晃圈 美国任何的科技 如果可以帮你 发展AI技术的时候 我一定会封杀 到底 绝对不允许 美国高科技的技术 流到中国去 可你说现在恐怖的是 防不胜防 我们在讲 你AI是TrapGTV 你可能是一个大型伺服器 或者是超级电脑 结果我现在 对整个Apple手机 出现最大威胁的 居然是AI手机 对 只要一个月 中国真的就翻天覆地 把世界都改变了 他只用一个月 就把苹果打趴在地上 而且联盟都没有想过 他以为AI是 Amedia这么大的伺服器 还要泡在水里降温 现在都不用了 是小米在这一个月内 就直接把苹果打趴了 在双11的时候 小米一下子成长43万只 结果苹果反而掉了15万只 为什么小米这么厉害 因为小米卖出了 世界上第一支的AI手机 怎么讲 手机有AI手机 所以雷蒙多根本没有想过 他还在跟 Emedia跟黄仁勋 在那边谈判说 你要卖什么版本 你要降接 我要管你 还在管这个伺服器 还管GPU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推出来了 手机现在不用上网 就可以文声文 TripGPD的功能 文声图都可以 直接在手机上用了 真的不用上网 就可以直接产生AI的功能 不用上网 就可以用文字产生图片 用文字产生文字 对 用的就是高通的晶片 跟联发科的晶片 所以联发科的董事长 蔡明介也很罕见出来 未来就是手机的AI市场 所以雷蒙多根本没有想到这个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高通跟联发科 其实是11月2号 才刚刚发表演这个东西 小米马上一抓 就把这个东西颠覆市场了 所以中国真的是不能放松 不能完全不能 如果你没有防止它 星星之火 一个支点就敲动地球了 所以卖了1000亿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是缺货 你想要买这个手机 还要加价 不是 你在唬我吧 当什么AI手机 这个AI手机能够干嘛呢 对 所以现在中国狂卖市 很多年轻女生 都要买这个手机 它的小米14 买它的手机干嘛 你的照片 你没有去过阿尔卑斯山 没关系 我要去阿尔卑斯山滑雪 马上就出现滑雪的照片 你人在阿尔卑斯山 你没有去过巴黎爱菲尔铁塔 你说我要去巴黎爱菲尔铁塔 你人就出现在爱菲尔铁塔了 完全都在我的手机上操作 我不用一个电脑 我不用有一个伺服器 我直接在我的手机里面 而且这个手机在不用联网的状况下 他可以做这种处理 对 你就跟玩GPT一样 跟他说我要去阿尔卑斯山滑雪 你就跑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了 你跟他说我要去巴黎爱菲尔铁塔玩 你就在爱菲尔铁塔 你今天坐在华航的经济舱 你说我要变成头整舱商务舱 对不起 人家背景就变成商务舱 跟头整舱 是AI变的 不用上网 是AI的晶片 所以狂卖现在一支还要加价 而且小米还疯狂加40%的订单 因为全部都缺货 你要加价才可以买手机 那苹果做不到吗 苹果就啪 一下子掉了15万支 他做不到这个东西 小米多了40万支 整个把苹果打破了 内蒙多也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东西是全新的 所以说对这种东西防不胜防 对 你只要给它一个支点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高通跟联发科 11月2号才公布 小米马上就颠覆了 把市场就颠覆了 所以一笔 你看小米的手机是这样 iPhone 15 现在是这个样子 一笔差很多 雷军还精致示范 他随便画一只鸟 直接在手机操作 这只鸟就会变成 这就是所谓的文森文 文森文 文森图 马上就变出来 随便画一个房子 就变成这么漂亮的房子 好 据看 这个是雷军随便画的一个图 画了一个图以后 它这个等于说 它就会产生一个 刚刚讲的 它就会自动生成 各种鸟的一个形状 而且我们知道 上机最难的 就是你的夜拍功能 这老婆会看 这就是夜拍 夜拍 你用这个小米拍 跟iPhone 15拍 中间两个的差别 所以蔡明介 联发科 蔡明介 其实很少出来说话 所以她站出来说 未来两年 就是AI手机的时代 过去大家都忽略了 AI其实可以在手机用 所以不只夜拍 它夜拍之后 这个手机 你要把这个人消失 其实可以非常毫不着魂机的 一关一关之后 人真的不见了 它的手机AI功能 可以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在拍了一个夜景 我觉得前面那个人很爱演 我要把那个人拿掉 那个人就拿掉 而且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让你丝毫 没有那个感觉说 非常有违和感 它可以在手机上完全去处理 完全在手机上可以处理 所以我们还要降在水里降温吗 没有 那个晶片还要降温吗 不用 所以多可怕的事情是 为什么它这么强 是11月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了 其实资本市场已经有反应 联发哥在11月的时候 你看突然涨100多块 是这样涨上来的 联发哥突然大涨 是因为这个 高通更惨 高通还在裁25% 连我们的主客都裁原 上海都裁掉了 你看 它在一个月时间 那时候还在100多块 104块 现在是132块美金 因为整个小米 把AI手机的晶片狂卖 因为雷蒙多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用了 可是我不懂 你都去挡华为了 你挡半天 为什么不去挡小米呢 所以没有想过 他没有想到小米 没有想过小米 他本来觉得华为很可怕 我就拼命挡华为 结果小米冒出头来 我还在跟华人星 各种谈判说 华人星我这个要管你 我要跟EMD管 我要跟Intel管 没有想到 而且高通速度还很快 他本来是双下单 给三星跟台积电 高通现在不是 三星对不起 你出局了 我全部只给台积电 而且用的是什么 三奈米的订单 我明年开始 你个台积电三奈米 有多少 你给我剩下 全部都要给我 包三奈米的产能 所以小米的这个手机 是用三奈米的 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台积电的三奈米 之前能三星的三奈米 我都不要 你看 他嫌三星的量力不穩定 对不起 三星出局台积电进来 所以用的是全世界 最顶尖的晶片 你只要给中国一个机会 他马上把世界翻过来 这我跟他讲 你在什么大数据上 你华为新天也说 我也搞了一个五奈米了 对 你只要给华为台积电 一样 他照样打败NV 我们昨天不是有说吗 当年2019年 他的GPU就超越了 超越NV 靠的是什么 台积电的代工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那么多功能 那么厉害 讲白话 边缘运算 所有的AI的晶片 还是台积电代工的 而且用的是我们最新的厂 难怪美国现在 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 也就是刚才讲的 未来 这个科技里面 AI是一个东西 电动车是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电动车 对美国的威胁 越来越大了 富比斯现在就看到了 一个现象是 你只要给中国一个机会 电动车马上被他敲通 比利时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这些都是生产汽车国家 结果现在最大市场份额 是谁占走了 都是中国 是中国 因为卖得非常 价便宜 而且他现在在颠覆市场 颠覆市场有多恐怖 现在吉利汽车集团 一个超跑 在欧洲只卖82万台币 等于完全颠覆了市场 所以以后告诉别人 等于中国人再告诉别人 超跑的价格 就是不到100万 他的马力就300匹 可以续航到快600公里 中国会在改写市场 颠覆的秩序 你只要给中国机会 他就会钻出来 好 题会 我现在就不懂了 肖文现在先出了 这个手机是大众欢迎 大众欢迎才发现 原来跟我们的联发科 跟高头 甚至跟我们的台阶线 有关系 你都对华为封锁成这个样子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 给这个华为生存空间 为什么完全不拐小米呢 没有 也是不要担心 因为接下来 不担心吗 小米也绝对会被封锁 会被封锁 小米的雷军 本来就跟解放军的关系 比较好的 那这时候 其实美国要封锁的时候 是全面封锁才对 不过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对华为 因为华为本来就在做 基地台的设施 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的东西 如果让开放 让这个华为的5G 能够进入到美国的市场的话 整个美国市场 全部被垄断了 不只是美国 整个西方国家 很多地方都是被华为垄断 所以他要打的时候 当然是先打最大条的 最大支的 最大支的大概就是华为先打 结果华为现在被打怕之后 当然只能到非洲去卖手机 或是去养猪干嘛之类的 但是接下来的话 如果小米现在已经强猪头了 未来美国也会去打小米的 绝对不可能把小米放过去 只不过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优先打华为 接下来再看有其他的 中国的这些相关的通讯业者 或者其他的这些相关电子业者 才会继续地打下去 好的 雷蒙都说 我现在中国是我美国最大的敌人 而且是历史最大的威胁 这代表美国的恐惧吗 难道真的像国生讲的 你只要给中国一点星星之火 他马上给你了原了 这个是美国的共识 这个共识不是只有在官方而已 政府单位而已 在学界全部都是属于共识 什么东西 你只要让中国有一点点的机会 他今天来讲的话 不管是偷窃 或者是用烧杀 用各种方式 偷拐抢片 都可以把你美国的科技拿过来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现在步步为营 他一定要把中国 封杀到某个局面 什么局面 就是说他连东西都拿不到 这个才是最重要 连人才也拿不到 这个才 就是你接下来也会看到 他不是只有单独只是科技方面的一个封杀而已 他包含说美国的学者 美国的这个研究生等等 全部都要一起封杀的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美国政府 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他已经发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中国跟俄罗斯不太一样 俄罗斯他讲过嘛 俄罗斯他没有要颠覆全世界的能力 俄罗斯只是说 我是当个驱霸权而已 但是中国有 中国会改写规则的 所以中国如果改写规则 全世界都要听命中国的 所以美国会害怕这一点 美国怕这一点的时候 就步步为瘾 他现在一定要打怕他 他在不打的时候 接下来的话 一二十年之后 可能中国就会超越美国 如果现在不压就压不住了 压不住了 以后来讲的话 这个因为 他之前不是想要 这个中国要跟他跑马连 百年马拉松吗 一直跑到什么时候 二零四九年 二零四九年 距离现在还有多少年的时间 大概是二十多年的光景而已 如果这二十多年 美国没有把握机会来讲的话 可能到二零四九年之后 真的美国有可能被中国超越 所以 那美国现在 有办法压制吗 因为今天有给 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写一个 现在就做传统的武器 做传统的这个船舰 现在美国要花的时间 是中国的三到六倍的时间 你知道以前 不管是什么 希特勒提出什么 生存空间论 或者是以前什么海权论 麦津德的什么 路权论 海权论等等之类 不管 你知道在所有地缘战略当中 最关键的一个一点 就是说可以改变整个全世界 而成为霸权或非霸权的 就是科技 就是科技 因为你像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结果1856年的那个克里米亚战争 其实就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所造成的这个杀伤性武器的一个扩大 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这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他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科技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如果科技外流到中国的手上的时候 中国就可以颠覆全世界 所以未来他就可能成为霸权 而且如果遥遥领先的话 那这次习近平他去美国 他要谈什么 他要谈你不要再对我科技疯狂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过去一段时间 你知道中国人买到这个META64 他们一定会破一句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对 然后同时就把这个雷蒙多弄出来 那雷蒙多是最佳的这个代言堪版 好 但是问题是 目前为止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最重要的代工伙伴就是中兴 他们为什么能够突破 就是说我们中国也可以做出 没有实施 没有这个EUV我们障碍可以做出7奈米的产品 对 做出来了 中兴告诉你 做出来没有错 但是呢 是我赔大钱去做出来的 赔大钱 中兴最新公布的这一季的财报里面来说 叫上一季营收是成长 也就是说 华为的订单进来让他营收成长 对 但是获利是大幅下滑 也就是说我这个订单看来不是个订单 是变成这个毒药 你说卖越多 赔越多 好 那中国一直因为META64出来之后 他们就说我们这个超越这个美国 我们根本不怕科技的封锁 但这几天的时候 中兴国际的原副总裁出来讲 他说中国半导体缺乏有三缺 缺乏这个核心技术 缺乏高端人才 还有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 还有规划 他说落后国内 国际超过五年的水准 所以中兴自己讲 连我可以做出相关的7奈米金面 我都说落后至少五年以上的这个世界 而且他讲说现在半导体的材料 设备 设计软体 全部都是进口 中国唯一能够自治只有10% 对 也就是说 因为他讲这个 目前习近平大家也知道 所以这次原本要去跟这个拜登要谈的时候 就有这些相关的晶片的问题 就没想到 因为这个有会前会 会前会的时候 雷蒙多已经跟中国的对口单位就说 有关国外问题的 这个是不能协商 没得谈的 没得谈 这件事情都没得谈 他说包括这个最新最现金的这个晶片 还有人工智慧AI模型永远不会落入中国军方的手上 所以他也告知了拜登这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说 中国跟美国是没得谈的一个境界 而且他多可怕你知道吗 中兴为了接 刚刚讲的 接华为这样的订单 或者接要求达到中央所下的命令 对 他第三季的获利 对 居然掉了八成 对 没错 那就是这一颗晶片 就是MAT60的这个晶琳9000S的这个晶片 相较于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很多人就说这是台湾啊 这是中国啦 这是封装的这个技术啊 连版本都不一样 真的是在中国做的 真的是在中国做的 对 中国做 中国中心目前为止没有说 但是大家 那它拆解的状况就是说 可能用这个N加2的这个技术呢 做到7奈米的这个状况 好 那好 我们就来看嘛 你如果真的是这么好的晶片 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呢 也刚公布10月份的营收 非常漂亮 为什么 因为现金制程非常多 所以营收创了新高 今天股价大涨 照理说 好东西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中国不是 中心刚好公布这个财报 它第三季的营收是117 117.8亿人民币 然后呢 年减10% 计增6% 你看 年减 因为年减是正常 因为这个大部分的半导体都是年减 但是它计增 计增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华为的订单 让它整个营收的确是增加了 那增加之后 照理说 如果华为的订单增加 那你的获利要增加对不对 结果没想 重点是获利 我不要做的时候赔钱嘛 但重点是 股东的获利是6.78亿 那这个重启衰退很多 但是计减51.6%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营收是增加的哦 但是我获利还是比上一季 计减51.8% 也就是说 我新增出来的东西是 赔钱的大前坑嘛 所以这由它公布的证明说 华为这颗晶片 绝对是中心输血 吃血输出的一个产品嘛 所以卖一个赔一个 对赔得非常惨嘛 你看我营收还增加6% 就我获利券减了51.8% 你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 营收增加的就是华为的东西 但是获利刷减那么多 告诉你这个今天 的确是中心在流血输出的一个状况 所以咱们本来想说 用华为卖的这个60来证明说 我已经突破美国的封锁 可是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对 没错 因为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之后 结果你知道中国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 这个美国呢 又对这个所谓的 中国包两家科技公司 一个叫避任科技 一个叫做摩尔县城公司 我进行一个 这个所谓列为实体清单 没多久之后 这个摩尔县城马上就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被列为这个实体清单之后 我们就已经宣布要裁员 裁员比重大概是10%左右 所以因为美国一动手 我就要裁员 这目前为止 避任科技也是可能都要裁员 所以就说美国这样子 秩序对你杀了之后的结果来说话 你根本完全撑不下去 那甚至上 前一阵子 因为美国现在不是不卖给你 这个相关的AI晶片吗 那像中国又在那边说 没有问题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华为的这个晶片 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 910B的这个晶片来单程式 这个取代NVIDIA的这个产品 全世界宝洁你知道吗 这个910B是什么意思 是三年前台积电 帮华为代工的产品 他们现在在拿出来用 也就是说没有东西可以用 没有东西可以用了 那怎么办呢 结果NVIDIA也说 好啦我知道你没有东西可以用了 我们又开始新开发新的版本 从这个A800 A100 H100 到A800 H800 那现在呢 现在是 H20 还有L20 还有L2 三个规格 我们开发出来 那三个规格呢 因为美国有设立一个所谓上限值 对 他保证这个上限值是不会超过 我们那天不是有讲到吗 黄仁勋说他10月26号晚上收到美国来的一个大堆的这个文件 他们就在查里面到底有什么样规范 他们马上就制定出这个规格 但这个规格来说我跟大家讲 人家就说他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 对比一下他只有H100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H100 H800 对 H100 A800 对 还是一半 对 现在只要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所以他事实上这个等于是非常不能够用 但是问题是 这对中国来说已经堪用 所以他美国目的是什么 美国目的就是要 把你压住 我托慢你AI发展 你必要 我用一颗 你要用十颗 那你用十颗的话 你的电力耗损量更大 就是美国用这样的方式 托慢中国AI的发展的这个状况 季辛格是可能推销他的产品 黄恩勋可能是为了张忠谋 你说没有 他们其实来台湾 都是为了AI来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不管是做高阶的 中阶的 低阶的 你要找跟AI有关的 你在所有的周边厂商 都要在台湾 对 现在是AI在世界无所不在 可是科技大佬在台湾是无所不在 因为黄恩勋今年半年来 已经来了三次了 季辛格已经来了两次 都是半年来的记录 所以你现在台湾夜市 或者在台湾的小餐馆 点苍蝇头的时候 看到黄仁勋 你不要压疑 他就是黄仁勋 黄仁勋来不是为了苍蝇头 黄仁勋来不是为了夜市 黄仁勋来不是为了唐呼噜 他是为了供应链 因为为了20%台积电增加产能 因为他已经那一天去参加 张忠谋的所谓的领奖仪式的时候 也顺便拜托台积电 能不能提高20%的产能 先进风中的产能 所以那天他参加完颁奖典离之后 台积电在礼拜五的晚上 ADR股价大涨 连先进风中 所有相关的股票 全部大涨 因为产能缺得不得了 要叫台湾再加20% 现在已经够不应求了 还要再充20% 南外台积电讲说 他现在是经济不大成长 经济大成长有两个 第一个 我的3奈米稳定成长 需求一直在增加 还有我的5奈米非常稳定 而且我的5奈米 为什么跟稳定 我的5奈米都跟AI有关系 因为被大客户包走了 现在还不止5奈米 而是连日月光连电 这些也涨 他们涨的是什么 叫做先进风装 所以3奈米5奈米都被包场了 连先进风装也包场 现在连季辛格也很紧张 他现在来台湾不是卖东西 是AI无所不在 他也要推出AI的PC AI的笔电 还有未来 还有AI的手机 可是不对啊 英天我不是自己上下一条楼吗 不是自己都全包吗 他需要台湾的供应链吗 他现在讲话 讲得非常的 台湾的创意无所不在 台湾的供应链伙伴 在AI非常的重要 所以台湾在难以置信 创新的事情都在台湾 所以他讲台湾是创新的据点 是有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就在这里发生 而且这个在台湾发生的 就是AI应用 所以AI相关应用 他就开始跟谁合作 那天抱着司从堂 非常的热烈 再来是宏介的董事长 陈俊胜跟梁赤正 因为相关的合作 都要跟台湾 甚至以前 英特尔最厉害的 叫做IC设计 它是IC晶片的大厂 结果它现在跟创意 资源 是行政业者 都有合作 因为AI 你要加速运算 我们刚才看到这么多变化 你不是光靠 以前英特尔是高高在上 以前是避你一切 以前台湾是小跟班 我能够跟你扯上关系 我就很高兴了 以前我跟是Wintel的议员 我就可以飞上凤凰了 结果现在 你跑到台湾来了 你前一年要看一次 季辛格很困难 Eater CEO要来台湾 都是非常难 跟他握到手 会跟他见到面了 现在半年就来了两次 而且动不动就要来台湾 来跟台湾这些业者 一起合作 到处去看场 你还握手不够 你还拥抱 不只握握这些人 连台湾的记者媒体 也都握手了 我同事很开心 因为那天非常热烈 他对台湾 希望台湾不管是这些IC设计业者 好 在我们下看 连这些散热的 Intel也要跟所谓的 音业打跟鸿海合作 因为AI运算这么快 非常的热 过去一个power只有500瓦 500瓦的电力 现在要增加到1500瓦 甚至要到7000多 5600多瓦 很热 如果你运算 背后要非常热 要台湾的散热技术 所以他要跟音业打合作 每个都是台湾 创意都在这里 应用无所不在 但是技术局 我就算是我的 这个所谓的晶片设计 往前充没有用 我就算是我可以做出来 也没有用 我周边我的封装 我的伺服器 我的冷却系统 我任何一点出问题 我就不能卓越了 对 要这么快的运算系统 要台湾这些解决散热了 所以音业打鸿海 是超流体在这里 那再来是 你要落地变成 Intel的PC跟NB的时候 还要跟谁合作 当然要跟广达合作 所以那天很亲切的 抱着私同场 跟粮刺症 因为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PC跟NB 会出现所谓AI 所以AI为什么无所不在 连在电脑上 也会直接处理 你刚才看到 这些IEI相关的运用 甚至现在都不用 吃苹果订单了 像伟创又继续在卖工厂 马来西亚工厂也要卖掉 菲律宾的厂也要卖掉 中国厂也卖掉 印度厂已经确定卖给塔塔 让塔塔正式成为苹果供应链 所以你说在整个科技界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典范转 以前的典范转 我今天一定要进到 苹果供应链 我才等于说有吃有喝 我才可以分享到 所谓的这个甜糖 现在从伟创开始 刚刚讲到 我已经慢慢 从苹果供应链出来了 我要去抢工AI了 对 含笑分手苹果 不吃苹果日子过得更好 所以AI业务 去年AI业务已经150亿了 今年会两三百亿 所以现在股价又突破100元 因为蓝天就在这里 你就算是卖掉中国的厂 你就算卖掉印度的厂 你还是大涨 大涨就是因为你的AI 所以AI未来业务接不完 我们看到黄南勋 进行格动不动就跑来台湾 很快我们会看 苹志峰又来台湾 AI无所不在 科技大佬 所有的应验 都希望台湾的创意 所以AI已经不是空中楼阁了 AI真的是已经铺天盖地 而且刚刚讲的 你今天不管是Facebook 你今天不管是刚刚讲的微软 你今天不管是任何的 那个什么Google 全部都要推出AI产品了 对 这些都是应用端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所谓的高通 甚至Intel 这些AMD也都要用用的AI 所以台湾这些商机 未来要做的还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人说 这会超越摩尔定律 未来需求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懂了 现在这个晶片队 中国的压力真的那么大吗 大到现在 习近平要跑去参加APEG 希望真的解除 对中国的打压吗 但雷蒙多已经讲了 攸关国安晶片制造 没得谈了 他的新华社发的稿就说 习近平是应邀参加美国的APEG 然后跟这个拜登会有会谈 这个是他们的公开的 这个新闻上已经有发表这个 所以他跟拜登是有 是有议题 有一对一的议题 然后这个 当然国安晶片制造的问题 一定是讨论项目之一嘛 这个不用谈了嘛 那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卡住了中国的脖子 让他整个经济的成长 受到了迟缓 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嘛 包括连中芯的现在产能过剩 包括现在这个存货过高 获利降低 习近平这次去的目的 他们经过了非常 非常这个长时间的磋商了 那在这个之前 有两个重要的会议 你要注意到 这很有意思 就是苏利文 在马尔他跟王毅见面 这我要讲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王毅在白宫跟这个拜登见面 对不对 那你我就请问 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苏利文在马尔他见面 马尔他是什么地方 马尔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躲媒体的地方 因为那是岛 那是地中海的 你马尔没有媒体 对 那整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 你跟他想不到他干什么 他谈了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才有后面的 邀请王毅 王毅去跟拜登谈 去跟拜登谈 然后才谈出更多具体的项目 那其中 当然国际地缘政治议题是主要 俄乌的问题 这个中东战争的问题 包括台海战争 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这都是他主要要讨论的项目之一 还有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就跟这个发生关系了 所以习近平 这是为什么去 去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他国内的情况不好 国内的情况不好嘛 那为什么他要去 因为拜登也希望他去 因为拜登现在的人 纽约时报今天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讲了 就是美国没有能力 再去经营第三场战争 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问号 一个问号 到底美国经有现在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能力维持 应该讲正确的形容词是说 美国主要的敌人是中国 那美国现在在面临到 俄乌战争跟中东战争之余 他还有没有能力维持 他的deterrence 他的威责力 去能够牵制中国的发展 或是让他不敢动 这还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这个已经在纽约时报 有正式的文章 来质疑美国的能量出问题了 第三场战争 是 所以拜登在说 要展现出他的力量 如果拜登不能展现 这个威责力量的话 会失去东南亚 亚洲盟邦的 这个信心的动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